记住我的话 人情不讨 人情永远在 人情一讨 连本带立 统统讨关关 所以我们常常说 哈你呀 如果没有我的话 你会怎么样 大错特错 当老板的人 绝对 我很少用这两个字 绝对不可以跟你的部署讲 我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不能讲这种话 父母不可以跟子女讲 我这么辛苦养你 你以后要报答我 不可以讲这种话 只要你心中有所求 你就得不到任何东西 父母对子女是应该的 子女对父母也是应该的 大家都在做应该做的事情 并没有投资报酬 这个不能叫投资报酬 所以你看有个企业家 公开在电视上说 我妈妈是最好的投资者 在我身上投资 却是侮辱她的妈妈 父母对子女 没有投资的观念 我尽我的心里 你要怎么样是你的事 子女对父母 没有要求 你怎么样供应我 我都不在乎 我应该笑 那是我的本分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 那整个就不一样了 一个人发达不发达 要有很多配套 太勉强得来的东西 终究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们现在学的西方人说 要快快快快快 我是很不赞成 因为快快快快快 结果就是死得更快 中国人想法不是一样 就是我这一代人做多少 我算多少 我还有下一代 我下一代接力一下 跑这样一半一半接下去 人会死 人类不会灭亡 不是说我们这代死了 就没有人做了 你急什么 但是像西方那样 非我们这代做完 人类会灭亡 所以我希望大家尽人力 以听天命 那我现在问你什么叫天命 我相信在座很多人 对天命很有兴趣 但是绝大部分人都不会解释 天命 天命就是一个人先天带来的人生规划 就叫天命 那我今天要很清楚地说明 我们先天带来的人生规划里面 是故意给自己安排的很多困难 很多艰苦 目的是要锻炼自己的 不要忘记了 如果你哪一天碰到困难 你会觉得这是我自己安排的 你就心安理的 可是你没有啊 你碰到困难就说 这本别人跟我找来的 你就很抱怨 你看小孩子太好命的话 他就不动脑筋了 你会发现现在年轻人不太动脑筋了 一天老人都说 你告诉我清楚一点 我就照你的话去说 那这种人还有什么脑筋呢 多少年轻人都跟我讲 我最希望我们的主管 我们的老板 把话讲清楚 我一定照做 我马上说他没有脑筋了 中国人就是故意把话讲不清楚 那你去拆 你脑筋就很发达 这才是训练人的方法 你讲那么清楚 你看中国的父亲最高明 小孩要出去 二话不说 只讲一句话 要小心一点 他就对了 他永远对 你出去被车子撞到 他说叫你小心你不小心 你出去被小偷把钱包掏出来 叫你小心不小心 他总包嘛 就是小心你不小心而已 因为他讲的不明确 他讲的很含糊 所以他永远对 你要好好去体会一下这个东西 现在不是 现在因为受西方的影响 都是要讲很明确很确定 那经常错 你出去不要掉到水沟里面去 他回来说 爸爸你看 我都没有掉水沟里面 你乱讲 完了 他这次是被狗咬到 可是爸爸说要小一点 他就包括 不要掉到水沟里面去 不要被狗咬到 他一切都包在里面 你急什么呢 中国人告诉你 凡事 谨慎一点 小心为事 这没有错的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你会碰到什么事情 人有困难 才是正常的 一切很顺利 不正常 你要小心一点 所以当你很顺很顺的时候 你要小心 可能阴沟里要翻船 人都是在很顺的时候 才会出差错 因为你顺的时候 你就不用心了 你就认为没有问题 不会的 吵那么多心干什么 最后回来才知道说 完了完了完了 你看每一个人 当他穷的时候 他都很小心 当他有困难的时候 他都很谨慎 可是一旦有钱 他就开始 不在乎 一旦有了钱 他就开始滥用职权 你可以去看 一个人处顺境比较难 处逆境比较容易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所讲的 跟各位平常所想的 几乎很多是不相同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一个人 他一定要很专心 很安心 人家才会觉得你可靠 老师讲 老师做不住 动来动去 那你做什么 你到美国去看 为什么黑人的地位 始终不如白人 就是黑人 他一天到晚 晒个耳机 然后唱歌 这种人能做什么 能做什么呢 但是我们现在都流行这样 糟蹋自己 你看结婚照 照到自己都不敢看 我问他 你照这个相干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 我说将来要给你小孩看的 他说啊 他就怕了 他说这种照片 怎么可以跟小孩看的 我说你现在才知道 那你为什么这样照 我没有办法 那个摄影师叫我这样 我就听到摆布 我说给人家钱 还被人家虐待 你有脑袋吗 就是今天的人 就是今天的人 什么设计师 他懂什么 最好叫你们两个衣服都脱光 你还付他钱 你笑话吧 大家有机会到山西去走一趟 全世界第一条华尔街 不是在美国 是在山西附近的平遥 那条街上面 银行二十几家 通汇到全国 甚至于日本韩国都可以去 他们一板一言 规规矩矩 现代化的银行所做到的 他都做到 我问你金库在哪里 现在银行金库 要上锁搞半天 最后还是被逗掉 人家那个时候没有 那些银行就在 掌柜的椅子下面 挖一个洞 所有钱放进去 人就坐在上面 最安全 有没有动 我在这里最知道 一张支票开出来 马上知道是真的假的 随时知道 他有很高明的防卫的办法 还有远来的客户招待所 他都有 反正你今天想到的 当年都做得到 山西的晋商 曾经是全国最富有的商人 那里面也有胡玄的名字 因为当年他在金融界 也是非常有势力的 人家不敢收的银子 他都收 你看很多人一看银子 怎么旧旧的 黑黑的就不敢收 他收 来路不明他收 最后很多大官都存款在他 因为大官最怕的 就是他的财产暴露 那存在他那里 他又不要跟你登记 他又不怕你 钱从哪里来 他又不会告诉你 你有多少钱 最保险 他有很多那种思路 是别人想不到的 就是他很安静 他很专心 他没有一天到晚听这种音乐 他没有 所以大家很相信他 他养成了很多好习惯 这个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谁教他 没有啊 他自己学来的 其实你到处都可以看嘛 有好榜样有坏榜样 你就学好榜样就好了 现在不是专缺坏榜样 那你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的 他在杭州 那么漂亮的地方 他不跟外面接触 所以他的老板很欣赏他 每天起来 所有杂事都他做 他宁可多做 不会少做 因为他的想法就是 我多做多学习 我不想大家有没有观念 就是说老板给我做更多的事情 我不要求更多的报酬 因为我从当中 获得很宝贵的经验 我就够了 但很多人没有这样想 我为什么要多做 我又没有多领钱 要多做 就要多给钱 那老板最不喜欢这样的 西方的管理 叫做同工同酬 你给多少钱 我就做多少工作 你有多少表现 我就给你多少钱 中国人不是 中国人是 人者多劳 你比较能干 你就多做一点 他比较不能干 他就少做一点 钱拿的一样 没有说多做就多拿 没有机会 他是两种不同的思想 侯玄 他并没有说我要多要钱 他说我多做 就是多给我机会 多给我磨练 我就多学习 我就多得经验 所以他什么都做 他一点不计较 而且 有什么事情 不用人家吩咐 你看现在年轻的人都说 你没有讲啊 你样样有人家讲 一个很机灵的小孩子 他站在旁边 他自然会看 他自然会去做 像我们这个年龄 从小就是这样训练 我绝对不敢问我爸爸 爸爸你要不要喝茶 我绝对不敢 那最起码 爸骂半个小时 你要到就到来 还问我要不要吃 这样子对 我们看看爸爸已经半个小时没有喝茶了 自己去端茶 端在他桌子上 不敢问说你要不要喝 哪里敢问 现在没有啊 爸爸你要不要喝 不喝啊 不喝我要出去了 等等要喝你自己到啊 讲得很清楚 这奇不奇怪 这奇不奇怪 凭什么晚辈可以跟长辈人 把话讲得很清楚 凭什么 这是不应该的事情 只有长辈可以跟晚辈讲得很清楚 晚辈没有权利跟长辈讲得很清楚 没有 一个人擦颜观色 自己知道该怎么做 大家都很愉快 你看老一辈根庙 他很口渴 你到给他查他 他还说 我不渴我不渴 老平平喝 你要好好去了解 这是中国人的人情世故 这跟外国人不一样的 那当然是我们的比较有智慧 你好好去体会一下就好了 一个人先想到自己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必须这样说 人不自私是天诸地面 但是下面就很重要 人一自私也天诸地面 你不可能不自私 但是不可以自私 你想完自己 赶快想你旁边的人 赶快想你左右的人 这样一步一步推出去 你就无愧以心 你就心安理得 你就得到好死 这时候你赚太多的钱 你都不怕 人很简单 你要人家快乐 跟要人家不快乐 其实是 你要人家快乐 跟要人家不快乐 其实是举手之劳而已 我相信这个故事 各位听了很多 楼上楼下 楼下的人很穷 但是呢 很愉快 工作说也唱歌 楼上是富翁 根本就是快乐不起来 整天愁那个钱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有一次他就发牢骚 有钱有什么用 这么痛苦 人家没有钱 一天到晚笑哈哈 还可以唱歌 他的朋友就说 你想快乐 你想让他不快乐 太简单了 你现在把钱给他 我保证他唱不住歌来 轮到你唱了 他说真的 他说你试试看 他马上把钱拿给得下 从此底下 一个歌都没有了 轮到他一直唱 你没有钱还怕什么 唱 有钱就唱不出来了 其实很容易 钱重要不重要 一条线 当你没有钱的时候 钱非常重要 当你钱够用的时候 钱一点都不重要 我希望你把那条线 把它抓住 不要那条线一直往上走 那条线一直往上走 那你就贪得无厌嘛 你这个人就贪得无厌嘛 够用就好 多了痛苦 不够麻烦 而且那条够了 其实是每个人不一样 每个人不一样 也不需要一样 为什么要一样 你认为这样够就够了 他认为不够就不够嘛 要彼此尊重 不要求得一致 也不可能求得一致 有很多人 一有钱他就想做别的 一有钱他就改变他的初衷 这是我想糟糕的事情 你看多少人 最后是便捷 这一便捷就整个完了 人生就在乎那个 一以贯指 从头到尾 都是这个目标 那才男人可归 因为中国人警觉性很高 所以怀疑心很重 我们很会怀疑人家 就表示我们警觉性很高 怀疑别人 是没有错的 但是不经过调查 就推论是不可以的 我已经讲很清楚 我们怀疑我们要去调查 我们很仔细去看看 如果不应该怀疑 我们就不怀疑 应该怀疑 那最后表示我们不会上当 这样就对了 是中文事情 他老是这样走两条路 摇摆不定 他是有道理的 就叫做兼顾 两边都兼顾 他有钱以后 其实他生活也很严谨 他也知道 他一奢花以后 会变成晋朝的失从 后果是不好的 但是因为你家财多了以后 很自然的 别人看起来你就是奢侈了 你很难避免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是比较得来的 在你认为已经很好了 但是别人看起来 你就是奢侈 上一次我在电台的时候 有人问我 说为什么 有的人 有那么大的气魄 可以发年终分红的时候 给那么多股票 给那么多钱 这样好不好 我是这样回答的 我说如果你坐电梯困在里面 人家会同情你 会帮你忙 我也可能 但是如果一个很有钱的人 被困在 电梯里面 报纸啊 电视啊 重复的报 大家看了 真的很开心 会不会 会 为什么有钱人被困在 电梯里面 我们就很开心 为什么有钱人摔跤 我们就哈哈大笑 这是什么道理 为什么有钱人风水被破坏了 我们都齐身叫好 活该 这是什么道理 不是中国人见不得人家好 不是 而是你太没有 顾虑别人的感受 老家你关起门来 你要花几十万几百万 那是你家事 你不应该在电视上说说 你看我就是这么有办法 最后一定报应 一定有报应 而且是不好的报应